Hello YouTube 我是Jason 你沒有按錯頻道 我亦都沒有上載錯頻道 之前我們把這個sub channel 改了名為第二頻道 因為之前是當作是一個遊戲頻道 我們現在打算 因為我日常有很多影片 我是拍了 但不知道怎樣放在主頻道那裏 所以呢 這個sub channel 這個副頻道 由這條影片開始 就會成為了我們的第二頻道 將一些 平時我不知道怎樣放在主頻道的東西 就放在這裏 跟大家分享更多關於我們在日本的生活 今天跟大家說的是這袋東西 這袋東西裡面是什麼呢 它是一個 這些冬天的時候用的胎鏈 以往冬天在雪地上走 會裝一些雪地胎 或者可能是裝一些鐵鏈 鐵鏈那些款我就不太想裝 所以我就在亞馬遜上面買了這一套 這個是二手的 不是新的 是一個二手的一些的胎鏈來的 我不知道買這一套那個人用了多少次 但是為什麼只有兩條胎的胎鏈 喂 手套就這樣放在裡面 不知道為什麼只有兩條胎鏈 但是正常來說 就應該呢 就只裝在前胎那裏都ok的 那我們今天這條影片呢 就是試一下 怎樣去到裝這個胎鏈 這個胎鏈的裝的方法呢 應該就是很簡單的 就是將它這一個呢 就套到後面 然後呢 就這樣把它包住這條胎 就應該是這樣的了 但是我看看視頻書先 套到這條胎後面 包住 然後呢 扣上面扣下面 然後再扭起來就ok了 真的不簡單 ok 那我們叫胎鏈呢 如無以為應該是要 包在裡面的 這一套東西應該是要 但是怎麼可以扣到它的後面呢 我們今天這個是練習 練習如何裝胎鏈呢 喂 怎麼玩的 但是這個我們不練一次的話呢 到時候我們去到那些雪山那裡呢 雖然現在是三月啦 那但是呢 它接下來依然都是會有機會呢 是會 呃 我們去一些滑雪場啊等等呢 是會有一些有積雪的地方的 那所以呢 呃 練習定是必須的 這個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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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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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之後呢 我們要將上方的兩個勾 就把它勾起來 哦 就是這個勾 要把它這樣勾起來 是不是 後面都要勾起來了 ok後面都勾起來了 ok 將外側慢慢向外拉開 然後呢 下面的這個扣 喂 這個扣好像沒什麼可能可以拉到過來的 真的嗎 不是啊 哦 可以拉 okok 如果我們沒有積起車的話呢 其實很難做的 喂 還有它那些勾的位置呢 是不是上一手已經用到殘了 為什麼這樣的樣子呢 但是這個問題是這個 沒有可能的 喂 不行 弄了很久 弄了很久還是不行 移前一點的部車試試 移前一下 移前等個胎滑一滑 之後呢 唉 動一動部車就行了 動一動部車 就扣到了 ok 之後呢 我們再扣上上面這個勾 然後扣上 扣上上面這個勾 就要退回後面 有什麼問題的時候 退車搞定是最好的 ok 我猜有兩個人的話呢 如果是同時兩個人一起去做這個 裝 裝 裝 tie link 這個活動呢 應該是會簡單一點的 一個人又有點難搞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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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終於上到了 之後呢 我們就要用這個專用的器具 去到將它這些位置 全部上實 ok 那就是 刀進去吧 刀進去之後再這樣去到 上實 它全部呢會按一下的 上實的時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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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上好了 嘩,累到牛站了,神經病 嘩,還累到健身 什麼事 但是這個就是冬天的時候用的胎鏈 雖然現在日本已經春天來了 但是我們接下來三月底打算是滑雪的 那我們去滑雪的時候 其實也會有某些地方還有積雪 所以呢,為安全理見 就買好這些胎鏈 那就用來呢 萬一有雪地的時候呢 那我們也不會滑車 因為我的車是前輪的 所以我們只會安裝前輪 剛才上網查看了,這個一套 只有兩個胎鏈 安裝在動力的車胎那裡 那我們就會安裝在前輪 好,好,先練習 但是證明了呢 兩個人做應該會比較好 一個負責在前面吞車 一個負責吞車,一個負責安裝 對了,OK 裝就懂得裝了 但是也要懂得拆才行 拆就應該簡單很多的 拆就應該全部都是 逆時針方向 全部逆時針方向去到扭一扭 將它們全部這些 扭開 就OK 然後掉進去裡面的那個勾 脫很簡單 脫衣服是要我穿衣服的 OK 它有少許吃住了在輪胎底 可能我要移車 移回它出來 這個我要 我掉